我们叫变数,当然理论上就是这一式 它就放在记忆体里面 你可以随时去置换它 那我们将来呢,就可以给它一个名称 那另外的话呢,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呢,Python呢,变数不需要先宣告 就可以使用了 也就是变数名称加一个里面的值 所以scope等于80 它就把80存放在scope里面 以后在记忆体里面,scope就等于80 那80的值你可以再丢一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盖过去 如果scope等于,后面再写一个scope等于100 它就变成100了 因为那个变数有点像那个剪贴部吧 你剪贴Ctrl C第一次,这一个 现在在Ctrl C,前面那个就不见了 被盖过去,只能放一个 OK,特别注意 那底下的话呢,如果你是放文字的话 那前后就有什么 这个,双以后 OK,那记得哦,里面是要成对的 再来的话呢 注写的话就是这个请字号 OK,然后底下的话大概相当规则 那命名的规则特别注意哦 你那个变数名称的规则 这些可能都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它的那个名称不能用数字 那顾名是一达,就是说 你这边的A,刚刚的那个 我们这个名称有没有 你不能说1等于3 然后后面的话,你就这边再加个1 它会搞混,为什么 因为数字本身它就是计算功能 那如果你把它当变,它没办法分辨 但是你可以怎么做 你可以这边加个A吗 A开头可不可以 A1可不可以,可以 OK,所以如果说你 假如说里面有数字没关系 但不要放在第一个字就好 这是规则1 规则2的话呢 其他的符号尽量不要用 比如说你这边加个A 加这个符号 或者加个什么,逗点 这些都不要用,但是其实你可以用底线没关系 符号里面 所有都尽量不要用 除了一个underline,OK之外 所以以后啦 你会看到我那个名称会用底线 但是其他符号尽量不要用 哪怕是可以用也少用 一定会出现问题 OK,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规则 然后还有什么呢 一些保留字啦 所谓的保留字就是 里面像刚刚用到像print啦 或者像for啦,fire等等的 以后会用到的文字 你就不要去用它当变数名称 不然的话它会混淆 到底你是这个 这个是里面的还是 就是会有错乱的可能性 底下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再新增一个 一个另外一个范例 比如说的话 我今天变数里面要放什么 比如说我放什么 一个hello world 里面这个放进来的话 它就会是 x的话 假设放这个 它就变成它是一个stream 就是字串 放这个的话int int就没有小数点 整数的意思 假如有小数点的话 那就是float float的意思就是 有小数点 另外的话还有第三种 就是所谓的list list就清单 那意思就是说 上面三种 只能放一个资料 如果说你的资料 很多个 不止一个的话 比如来源 很多 以色列里面不是有很多个 出春格吗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请你用串列 用第三个 要怎么做 请各位稍微练习一下 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再增加另外一个 这个 这边把它改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错误 它一定会叉叉 好 那按右键 再new一个 new一个那个module 好 我们再产生一个 那name的话叫VAR OK finish 那如果说 把他cancel掉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练习 刚刚这个范例的话 那其实在我云端上 也有一些程式 假设我要练习什么 这个x12345 Ctrl C 我先 当然你可以自己打是最好 如果你打字比较慢的话 你可以从哪边找呢 从云端摆一摆 有没有 我们现在第几个单元呢 第二个单元 对不对 点开来 对不对 然后呢 里面呢 就会有可以复制的程式嘛 因为我为了说 有些同学 可能选入门 打字太慢 那如果等你打完 我要讲下个单元 可能要等你很久 但是你又没有做完 感觉好像 又 没有学完啦 所以会一直赶 然后 有压力 没关系 你先从这边复制贴上 先run 然后再去改 OK吧 不过不是说叫你一直都贴 你回去要自己重打过 OK 那我只是为了 这个争取一些时间 那首先的话 你就在这边打一个 先加一个新的模组 然后把程式打上去 我希望产生 五种不同的资料 第一个的话就是 Hello World 所以这不是说 这个是文字嘛 这个是整数 这个是flot 是有小数点的 那第三种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串列 那这个串列 其实跟那个Excel蛮像的 其实就有点像是Excel里面的什么 你可以放很多东西嘛 对不对 但是在那个Python里面没有Excel 如果Python里面没有Excel的话 你怎么放多个资料 你记得你就放串列 那串列的规则怎么用 特别是前后一定是中国阿湖 里面的话 你要一个 逗点下一个 逗点下一个 你可以增加 而且它一直可以增加 它的数量 几乎没有限制 你可以一直串到后面去 那也就是说 这个串列非常重要 因为以后如果你写Python 就跟你Excel一样 如果你没有任何懒的概念 你没办法放很多资料 比如说我要计算成绩 那我不确定有几个学生 我要一直输入 一直输入的话 那你可以用串列 反正一直加到底下去就可以 后面会有练习 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 计算结果 比如说这个结果应该多少 4Person Person是求余数 除以多少的余数 4除以3的余数多少 1嘛 所以你可以把它print出来 那我如果要print它的话 那我就分别怎么样 把这些分别print出来 我先print 1,2,3,4,5好了 把它print 执行 一样 OK看一下 有没有 它print的第一个 好了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这个最后是 计算的结果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 变化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抓到这个串列里面的 第三个的话 你会发现它这个地方 print的是整个 如果我只要抓第三个的话 那你记得 你就可以改一下 X4 对不对 把这个X4改什么 改一个中瓜糊 跟它讲说 我要里面的第三个 输入多少呢 它从0开始 对 0,1,2 第三个 如果我今天只要它的 这一个 那你可以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它就帮我抓到 它的3 另外串列还有一个特性 它里面 可以放不同的资料 像这些都是数字 有没有 如果我其中一个是文字 可不可以 其实是可以的 像这样 它也可以接受 像以前的程式不行 像这边就可以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针对这个范例 先练习看看 所以我们总共会有 五个东西 分别把它print出来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范例的话 应该可以参考 讲义里面也有 好吗